待会就要出发了,行李、证件都准备好了,还要注意什么? 马尼拉的堵车大家应该深有体会,菲律宾国内航班建议提前三小时出发,国际航班建议提前四小时出发。 我的航班到底在哪个航站楼? 马尼拉机场分为四个航站楼,而且都各处不同位置,所以一定要提前确定好。 一号航站楼为全国际航班,国内航司基本上都在这里,二号航站楼目前为非航专用,包括国内和国际航班,三号航站楼主要为宿物太平洋的国内和国际航班,但也包括国泰、亚航等航司的国际航班,四号航站楼主要是亚航国内航班,具体情况还是根据行程单为准。 南亚机场近日宣布为合理化分配,将调整部分航司的起降航站楼,4月16起,南航将转移到T3,而下航、东航以及国航将维持在T1,飞航飞往中国的航班在6月中旬前继续在T2直飞,之后飞航的所有国际航班将转移到T1,不管是开车还是做Grab,一定要确定好目的地在出发。 出发前,再确认一下手机、护照、i卡等重要文件是否都带着,身上也最好被点费币,以支付旅游税或出境税等费用。 下期告诉你乘机全过程,大家对旅游、出入境及航空还有疑问,留言告诉我们。